欢迎来到《陈世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主余剧宗人气榜揭晓 肖战包揽前六位 粉丝肖战发展受阻 在新一期主余剧宗角色人气榜里 青年演员肖战在一次霸榜 成功包揽排行榜前六位余生 请多指教斗罗大陆玉古瑶等军上榜 肖战的实力肉眼可见 值得一提的是 网上一直都有不少人试图给肖战制造麻烦 想让肖战事业发展受阻 难道这就是事业发展受阻的肖战 完全看不到 据悉明星权力榜揭晓了主余剧宗人气榜 肖战主演的陈情令 玉古瑶余生请多指教王牌部队狼殿下和斗罗大陆六部经典之作均上榜 换句话来说 演员肖战成功包揽前六 都是经典之作 其实这种场面不是第一次见到 只要和作品和角色有关 肖战总会上榜 很好理解 经典作品实在太多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为肖战送上祝福 也恭喜肖战 确实是实力派演员 上榜实至名归 这么多的好成绩 一定程度上也回击了网上的众多舆论 有人一直故意捏造事实 挑起争端 给肖战制造麻烦 结果如何 影响到肖战的事业发展吗 事业发展受阻了吗 很明显并没有 总之恭喜实力派演员肖战 也希望肖战继续沿着自己既定目标勇往直前 无畏风雨 大步向前 肖战不仅是艺人 还是正能量偶像 身上的头衔非常多 都是对肖战的高度认可 注定肖战会走得更远 实力派演员肖战值得如此 相信接下来也是这种状态 玉古瑶成为流量密码 登上9月平台被播表 肖战在被溜 肖战搭档任命合作的 玉古瑶迟迟没有定档 可以这么说 每一个月都有关宣开播的动态消息 结果都未能岁月 有人说定档寒假 也有人说2022播出无望等 各种各样的消息满天飞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如此玉古瑶还是热议的话题 俨然成为了流量密码 再次登上了9月平台被播表 毋庸置疑 肖战再次被溜 只看是真是假 据悉 肖战 任命新剧玉古瑶出现在了平台9月被播表当中 顾名思义 网上铺天盖地的消息就是 玉古瑶会在9月份开播 这真是像极了狼来了的故事 可是什么时候真的可以来 话又说过来玉古瑶很明显成为了流量密码 只要牵扯到这部作品和演员肖战 流量非常高 阅读量破译不成问题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见怪不怪了 甚至觉得没有一点新意 不要说出现在被播表里 就是额场官宣又如何 还是没有定当 作为实力派演员 作为有影响力的正能量偶像 肖战被溜已经成为了常态 只是希望不要伤害到肖战 理性吃瓜可以接受 总之继续耐心等待 肖战和杨子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都等到了 更不用说玉古瑶 大家有时间可以哦 同时肖战是实力派演员 大家都非常信任和期待肖战的作品 相信青年演员肖战的表现 不会让观众失望 见怪不怪了 祝福肖战 希望越来越好 也一定是这样 影视编剧透露某流量明星无演技 主旋律剧不会邀请 率先排除肖战 作为影视编剧的汪海琳 一直都没有安静 解封后依然在网上对各种事情高谈阔论 在谈到演艺圈的时候 汪海琳直接透露有一位流量明星没有演技 发展空间一直被挤压 主旋律剧不会邀请 然而在评论区里 不少人开始蠢蠢欲动指向肖战 实际上肖战应该率先被排除 肖战的事业发展 不少人一直都没有停滞 影视编剧汪海琳发文表示 没有演技的流量明星 发挥空间一直被挤压 主旋律剧不会邀请 唱跳明星就老老实实唱跳 跨行演戏当主演的机会没有了 实际上这一番话针对的是谁 大家心目中有自己的判断 然而部分人在评论区暗指肖战 开始自嗨起来了 简直不可理喻 很客观来说 肖战有没有演技 大家有目共睹 也许会有人说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自己就是觉得肖战没有演技 在这里不过多争论 另外一点 主旋律剧不会邀请肖战 那么王牌部队是怎么回事 至于唱跳 很明显肖战并不擅长 也不是肖战的主要工作 总之就是一句话 不喜欢肖战完全可以 但是请实事求是 不要为了黑而黑 肖战很明显率先被排除 不可能是肖战 肖战是优秀的青年演员 出道至今 肖战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拍戏上 陆陆续续为观众带来了陈情令 余生请多指教斗罗大陆等一众经典好剧 备受观众喜欢 肖战问心无愧 希望有一些人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 一直躲在网络的背后指指点点 殊不知没有资格 希望青年演员肖战再接再厉 继续努力 不要在意网上的事是非非和无端指责 踏实做好自己的事情即可 肖战未来可期 更不会因为一些负面舆论而影响到前进的步伐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